请写出铜与锡销酸作用产生销酸酮及易氧化的NO的平衡方程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氧化数平衡法 第一步先写出反乳级产物并计算氧化剂级华原型的得失电子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以产物而言 销酸酮销酸根与销酸而言并没有改变 所以真正的产物是CU2症 所以我们先平衡离子方程式 因此为铜与销酸根 作用产生铜离子以及易氧化氮 铜氧化数为0 销酸根的氮为正5 铜离子正2 氮为正2 因此0变正2 加2失去两电子 正5变正2 减3得到三电子 所以第二步以最小公平数数法平衡得失电子数 失去两个得到三个 所以最小公平数为6 因此正2乘以3 3倍 3倍 负3乘以2 2倍 接着 酸性条件之下 左边电荷为负2 两个负电 右边电荷为3个得6 正6 因此必须在左边补上八个H正 最后 再以水平左右氢氧氧氧氧素 左边有八个氢 右边没有氢 因此在右边补上 四个水 此为离子方程式 但题目要的是分子方程式 也是不要出现有电荷 也就是 铜的产物为硝酸铜 因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残物 三倍的硝酸铜 因此硝酸根有三个得6 而外要有六个硝酸根 因此我们就在离子方程式中 左右接补上六个硝酸根 所以才可以 总共有八倍的硝酸 以及三倍的硝酸铜 然而水一样为四倍 因此我们就可以额外知道 八个硝酸中 只有两个硝酸 作为氧化剂得到电子 硝酸当氧化剂中 占全部硝酸的比例有 八分之二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以后来到转六个硝酸铜 一种锅张参加